国会下议院今天因为棕油价格掀起了朝野骂战 物统议员质问原产业部长郭肃庆 为何棕油价会比前朝要低 部长马上回呛 棕油价是国际自由浮动的 形容对方的提问没有水准 他强调政府正在开拓非洲和中东的棕油市场 政府积极开拓棕油市场 拉抬棕油价格 原产业部长郭肃庆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指出 去年12月的棕油价格 平均每吨1794令吉50仙 今年1月价格开始上涨 平均每吨2037令吉 2月则达到每吨2122令吉65仙 显示棕油前景乐观 郭肃庆才刚刚汇报完棕油的价格 乌统巴也乌沙区国会议员 穆哈默沙哈就质疑 为什么郭肃庆不提三月的价格呢 他说其实三月的原中油价格 已经下降到每吨1862令吉50仙 比前朝时期的价格还要低很多 莫哈默沙哈指出 前手下拿都斯里纳吉任内 原中油价格一直上涨 去年5月8号 也就是第14届全国大选 政党轮替的前一天 原中油价格达到每吨2377令吉 为何到了西蒙手上 价格却下滑 结果引发朝野骂战 我认识和平均 原中油价格达到每吨23 郭素庆强调 国家由谁执政和担任首相 都不会影响棕油在国际上的价格 不过政府会积极开脱新市场 目前已经鉴定的市场 包括非洲和中东地区 去年出口到中东的棕油和相关产品 比2017年上涨了1.7% 出口量将近8万2千吨 它也会在下个月24号和25号 到沙地阿拉伯进行棕油贸易研讨会 推广我国棕油提高出口量 八度空间林晓彤国会大厦报道